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说呢 放开了打 今天是22岁1988年10月20号出生 王浩今年是27岁 李马龙是大五岁 是1983年的成员 他胜30场 负11场 来自吉林的长春 后来到了八一体工队 解放军队 漂亮 王浩的这板直板横拉 大家看到看台上 吴景平教练非常的开心 这板球是一个外斜线 大家看滑板出去的 这样王浩第一局就以11比9取得了胜利 再开始 世界职业巡回赛中获得了五战的冠军 漂亮 亚军 漂亮 后啊 就自己调动自己 秦志浅教练 他是马龙的主管教练 都立下汗马功劳 都立下汗马功劳 这个球打得 超高的 出 漂亮 馬龍的反手一個反拉 好的 你看馬龍現在站在中間發這個球 這也是一種使對方突然發生變化 平時 這樣馬龍就以11比8起 觀眾朋友現在第三季的比賽開始 馬龍這球挑得很刁鑽 他打得漂亮 將會留下濃重的一筆 君生同志就提出來過 後來呢 許少發在時任總教練的時候 亞洲為主 在全世界的前20名中有14名 這次獲得亞運會男子單打冠軍的 就是1974年和中國隊也是拿到了小項的全部冠軍 部分 第二炸 兩炸 兩炸 八一熔勝中功的 削球手胡云超 漂亮 又一个 漂亮 这个球马龙是削了一板 然后又反拉 那场上比分是11比7 双方呢是已经打到了第三局 马龙2比1领先 稍后来看第四局 漂亮 目前马龙是世界排名的第一 心理上的压力小 往往呢也是 自上大比赛里 郭岳和李小霞是战胜了同队的队友刘诗文和丁明获得冠军 刚才在最后的争夺 还有就是马龙的家乡所在地 安山市 马龙这段反拉不仅 然后第二局 第二局马龙胜11比8 第三局马龙胜11比7 第四局马龙又取得了胜利 第一局马龙胜11比3 连胜三局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五局的比赛 张立科和马龙 马龙一个年轻 马龙 第一局马龙胜11比4 第五局马龙胜11比4 第二局马龙胜11比6 下 第二局 再 二 到 老共胜中 马龙胜12比7 第二局 發展還是非常迅速 尤其是中國球方球超級聯賽 南區 陸南區舉行的這個比賽的時候 乒乓寶貝的風采大賽 有幾百萬人參加 這是和諧社會杯的比賽 三邊 立場 立場 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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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成 去 出貨 出貨 拿籠反了 運氣有什麼事也不跟家裡說 怕給家裡增加負擔 在這場比賽之前的 中國選手郭岳和李小霞 李小霞進行了 差別了 漂亮 球 9比7 半高拋 王浩把他拉起來 形成對拉 結果王浩拉丟了 漂亮 然後到醫院呢 經常去醫院 拼搏的能力敢於搏殺 拉起來 反拉 反拉 再來 這車打得太漂亮了 這一板反拉角度非常到位 然後他隨機迎上 還能鎮定 大龍 這張馬龍 反手拉球 終於 以十二比十 取得了第六局比賽的勝利 從而以4比2 戰勝了王浩 我們縱觀今天成長比賽